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是一家以保密著称的公司 其产品的细节往往在发布之前不会被完全披露 去年 苹果首次将名称从A17 Bionic更改为A17 Pro 这意味着每一代都会有一个新的非Pro芯片 今年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动机 除了为iPhone 16 Pro和Pro Max制造新的A18 Pro芯片卖 苹果还可能采取三种可能的做法 第一种 为普通的iPhone 16和16 Plus制作一个新的A18 本质上是A17 Pro 被赋予了新名称 可能有些微的技术差异 但性能和功能与A17 Pro相同 第二 苹果为非Pro iPhone制造了新设计的A18芯片 它基于与A18 Pro相同的架构 但在某些方面性能较低 可能是由于时钟速度较低或核心数量减少 三 苹果继续将A17 Pro用于iPhone 16和16 Plus A18 Pro是今年唯一的新iPhone芯片 这就是苹果在iPhone 14和iPhone 15世代中所做的 很难说哪个更有可能 只是高端芯片可能会再次带有Pro名称 而不是Bionic 并且仅在iPhone 16 Pro机型中退出 我们听说有传言称 iPhone 16中的低端芯片今年将被称为A18 但即使这是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是真正的新芯片 我们在这里的分析针对的是A18 Pro芯片 我们认为 苹果将称之为为今年iPhone提供动力的芯片的高端单等 A17 Pro是第一款使用3nm制程工艺的大众市场消费级芯片 虽然台积电正在朝着下一个2nm芯片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预计最早料到明年 才能看到苹果产品使用该工艺 所以A18 Pro将再次采用台积电的3nm工艺制造 A17 Pro使用的3nm工艺被称为N3 作为台积电3nm技术的第一次迭代 它非常狼贵 该公司有一种称为N31的较金工艺 这种工艺更容易大规模制造 它应该比原来的N3工艺稍微节能一些 但密度也略低一些 这意味着使用N31构建的芯片 将比使用N31制造的相同芯片略大 有传言称 A18 Pro将是一款比A17 Pro更大的芯片 改用N31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我们一计 苹果也会将晶体管数量增加到200一个以上 A17 Pro是一个191个晶体管芯片 从这个角度来看 Intel Raptor Lake一代笔记本电脑CPU的晶体管数量 估计约为261个晶体管 NVIDIA GeForce 4090 RTX台式机GPU 是741个晶体管芯片 所有的传言都集中在人工智能的性能上 苹果一直贯注CPU性能 并在其A系列iPhone、iPad芯片 和M系列Mac和iPad Pro芯片之间共享核心设计 看看这张iPhone芯片的单核Picbench 6性能图 一直追溯到A1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单核性能的稳步增长 我们通过延续过去几款芯片的趋势来估计A18的性能 它给了我们近3200分的单核Deepbench有分数 这比英特尔库瑞i913900KS快一点 当然功能强大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CPU 拥有比手机处理器更多的内核 我们认为 A18 Pro将具有与最新A系列芯片相同的核心配置 两个性能核心和四个效率核心 更快的内核 缓存和内存将推高多核分数 即使苹果使用相同数量的内核 我们也看到了多核性能的相当稳定的性能趋势 不要指望这种情况会突然改变 超过8200的多核分数将使A18 Pro 与大约三年前的中段英特尔或AMD笔记本电脑CPU 处于同一领域 在无线模式下使用现代3D Mark Wild Live基准测试 我们可以很好的了解GPU性能随时间推移而提高了多少 自iPhone X时代以来 帧速率已经翻了两番多 它不像CPU性能那样稳定 有些年份的提升是10%或更低 而在其他年份则接近30%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次GPU性能也不会更好 尽管有传言说 苹果不会增加更多的GPU内核 架构效率可以走很长的路 我们猜测实际CPU性能将提高10% 3DMA 2K Solar Bay测试强调光线追踪性能 因此您会看到整体帧速率低得多 在这次测试中 A17 Pro的性能有了巨大的提升 因为苹果增加了硬件来帮助加速光线追踪 今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但我们认为 在A18 Pro的这次测试中不会有类似的调语 同样我们可能会看到10-15%的提升 神经引擎是苹果公司对其NPU或神经处理器单元的称呼 这是一种专门的硬件 旨在以最佳方式运行用于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和AI软件的神经网络 就像GPU用于图形处理一样 据说苹果今年将全力以赴 iOS18和iPhone16系列将退出大型AI功能 我认为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期待神经引擎性能的大幅提高 但自从神经引擎首次在A11中引入也来 它一直在以固定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第一个神经引擎每秒可以执行6000亿次操作 而A17 Pro中的神经网络引擎 被吹捧为每秒能够处理35万亿次操作 以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性能提升如何体现在使用新的Beatbench NL基准测试的性能上 Beatbench NL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基准测试 仅在0.6版本上运行一套机器学习任务 如图像识别 对象分类 图像超分辨率和语言处理 以评估CPU GPU和NPU的性能 当前使用神经网络引擎运行测试时 我们看到在过去6年中改进了8倍以上 平均每年加速于20% 值得注意的是 从A16到A17一代的得分并没有翻倍 尽管苹果表示神经引擎性能 从17TOPS跃升至35TOPS 声称的最大性能规格通常与实际性能数据不符 苹果的神经引擎已经提供了 比骁龙8加Gen1中的NPU 或谷歌的Tensor G3等竞争对手更好的性能 简单的将过去的性能提升向前预测 我们将获得近4100分的分数 并领先于大多数竞争对手 最近的传言表明 苹果将把更多的芯片用于神经引擎 并推动性能的大幅提升 以便完全在设备上提供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功能 如果苹果今年吹捧其神经引擎的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我不会感到惊讶 几乎可以肯定超过50TOPS 我们可以看到Deekbench ML分数接近5000 当然A18 Pro的功能远不止CPU GPU和神经网络引擎 还有一些相关的芯片在技术上不属于A18 Pro 但对iPhone用户来说仍然很重要 比如风波调制解调器 新的LPDDR6内存标准仍然太新 无法进入今年的iPhone 但苹果可能会从LPDDR5转向LPDDR5X 提供略高的内存带宽 同时使用更少的功耗 A17 Pro实现了从6GB到8GB RAM的飞跃 苹果再次跃升还为时过早 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模型往往非常占用内存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增加内存 只是为了在新手机上启用更大 更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 在无线通信方面 我们应该期待升级到高通的Snapdragon X75条之解调器 以实现更快更可靠的5G连接 苹果多年来一直在开发自己的无线芯片 但很难让他们达到提供足够好的体验的地步 也有传言称将升级到WiFi期 当然 我们可以期待与iPhone15系列类似的超宽带 蓝牙和NFC功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于搭载A18 Pro的iPhone16还有什么期待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